请先读这句二读这条文 请先读这条文 三读条文已经先读完毕 请问各位有没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 讨论事项第二案 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条之一 完成立法程序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两分钟 请邱委员显示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那周春明委员所提案的 针对民法一零三零条之一 我国的这个法律财产制关系消灭之后 究竟要怎么分配才比较公平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周春明委员提出的版本 应该是可以往比较公平的方向 能够更进一步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在保障 婚姻关系中比较弱势的一方 比如说先生在外面这个工作 那太太在家带小孩 那不可以说 因为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个解消之后 那太太完全都没有办法得到 婚姻关系中所取得的财产 那周春明委员的版本 在这个法治委员会的党团协商的时候 法务部的版本 法务部也提出他的版本 那两者差异在于说周春明委员的版本 他认为说婚姻取得财产 还有就是说就这个卫武金 跟这个继承或其他武厂取得财产的知识 也就是说婚姻财产 比如说婚姻财产后面的这个租金的问题 那他方如果没贡献的话 不应该再把它纳入 那法务部的版本是认为说 先把它纳入 那之后他方如果没有贡献的时候 再把它排除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两者 应该都是可以采行的这个方向 那就是说在这个 现在的这个版本之后 如果他没有贡献或协力的情况之下 法院可以去调整 他的这个分配额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说那到底如何来定义说 如何没有贡献或有贡献 他会称着这个婚姻关系存续间的家世劳动 子女的照顾的养育 对家庭付出的整体的协力的状况 共同生活分居的久战 婚后财产取得时间 双方经济能力等等来衡量 那我们认为是这样的法的通过 有助于我国夫妻财产制限的分配 能够更加的公平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七委员 继续请周委员村民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谢谢各位朝野党团的同仁 支持最后的一个协商结论 也就是民法1030条之一 第二项跟第三项的修正 那我想这个一个条文的修正重点 就是在于我们夫妻胜于财产的分配 本来我们法律的原则是在平均分配 然后授予法官在审查的时候 裁量的时候 认为有显示公平的时候 他可以去调整平均分配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 但是呢 实务上面 因为碍于这个复杂 或者资料众多 法官在做审酌的时候 常常没有太多的这个武器 或者太多的一些依据 让他去做一个比较具体的司法的裁量 所以呢 我认为立法者 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必要要把 法官要审查的时候 他的裁量标准 我们要把它具体的列出来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 就是说 你如果对婚姻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贡献 或者任何的协力的时候 法官你就必须要去调整 所谓平均分配的这样的一个裁量 那裁量的方向 裁量的很多的准则 在这次我们也综合了很多实务的判决 包括夫妻婚姻的时间 包括夫妻共同生活 或者是分居的时间 还有对教养子女相关的一些贡献 把一些具体的审查标准 我们明列立法把它明列出来 公司法者将来在做裁量时候 做一个决定 那非常感谢朝委党团 对最后的修正方向予以认同 虽然这个跟本席当初在提案的时候 立法的一个方向是有点距离 但是我想今天做这样的一个修正结论 会有助于将来在分财产的分配上 更趋公平更能保障双方 谢谢大家 好谢谢座委员 那有关于扁花员 我们就现在就结束登记 那继续请蔡委员议议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那这一次我们三读通过了民法 一千零三十条之一 那由周春明委员所提案 然后通过的这样一个版本 那我们过去对于夫妻的财产 用婚前财产跟婚后财产 但是在婚前财产 他的所衍生的一个利息 或是相关的利益呢 他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那过去法院实务上 往往会把这部分的财产 认为是属于在婚后 也就是可以在剩余财产分配 请求权请求的一部分 所以往往造成一个很大的不公平 以及诉讼上的一个争议 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任何一方 没有对于所谓婚前财产的管理 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但是却在离婚之后 然后在肃请他们在财产分配的时候 也要回过头去对于婚前财产 他所衍生的利息做请求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法后 我认为对于整个夫妻财产 他们在婚前婚后财产的一个调和 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一个三读 对于未来夫妻之间财产的一个认定 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 所以本席在这里 做以上的一个报告 谢谢 好谢谢蔡委员 登记花言的委员 对今花言完毕 我说这一句话